课本19页介绍什么是多媒体 这个MatiMedia是大概10年前开始 就很热门的技术 你可能有听过啦 那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 整个大概10年前开始 整个世界就开始变数位化 然后变成数位化之后呢 新的技术呢就有很多新的应用 那我已经讲过 数位化的资料呢 电脑很容易处理嘛 所以一旦变成电脑容易处理的时候 那什么东西都弄得出来嘛 所以后来才会发明了 才会有这些电影越做越真嘛 那你们大家都还记得嘛 这个古时候的电影 就是我妈妈那个年代的电影 那个要拍一个这个怪兽在走路 是要用那个黏土 做出一个怪兽嘛 然后要做出好多个动作 然后把它拍下来之后呢 再播给你看嘛 然后你怎么看都觉得 那怪兽是假的 可是现在不是啊 现在什么东西都可以做成真的啊 所以你看那个变形金刚 看起来跟真的一样 你会觉得变形金刚是假的嘛 你根本就觉得那个车子是真的啊 或者是那个钢铁人嘛 你觉得他穿的钢铁衣是真的嘛 那根本是假的嘛 那是画上去的嘛 所以因为数位化的关系 所以所有的资料都是可以改的 影像可以改 声音可以改 那这些技术呢 我们就把它统称叫做多媒体技术 所以简单的说课本上写 凡是数位电视 数位广播 数位相机 数位录影机 甚至这一类 只要是影像跟声音相关的产品呢 我们就把它通称叫多媒体的产品 那处理这些产品相关的技术 包含声音处理的技术 影像处理的技术 就统称叫多媒体 才会有所谓的什么数位内容 你们有听过前一阵子 很流行的一个名词嘛 那数位内容产业推出来之后 才会有一堆奇奇怪怪的动画跑出来嘛 所以那个年代就开始出现很多 就是很多那种动画的人物就蹦出来 那很多类似的公司就出来了 那讲到数位 你要去对这个数位产业有感觉 你就必须知道说 人类是怎么去处理这些声音影像的讯号 所以接下来的这个章节 就是在介绍声音的压缩 照片静态影像的压缩 还有动态影像的压缩 这样可以 这种压缩技术都是数学 所以你如果去电机系 或者去子工系 修这种多媒体的课 大概有80%都是数学 那看了就头晕 这一大堆符号 然后微分来微分去 看完头就晕了 所以我们这个课呢 不讲那个东西 我们只讲观念 让你知道说人类是用什么方法 把一个声音减少 然后把一个影像照片减少 减少资料 就叫做压缩嘛 对不对 那你就知道说这些 工程师他们每天到底在做什么事 所以第一个来看这个数位讯号压缩的基本概念 在第19页 这个要画起来 就是只记录讯号前一秒钟跟后一秒钟的差异 将数位讯号用更少的0跟1来表示 就是把0跟1变少 那怎么解释这个原理呢 我们就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 叫做差值卖码调编 叫做DPCM 好 好来各位看这里 这个叫做PCM 这个叫卖码调编 画格子 数格子 各位注意那个数格子的动作 是不是每一个行都是从下往上数 对吧 好 这格子很大 你觉得没差 格子小的时候 是不是每一行还是从下往上数 这个时候就有差了 谁叫你每一行往下数 从下往上数的 你想想看 你在这个数的过程中 这些地方都是你白数的 你数了这么多0跟1 所以0跟1才蹦出这么多嘛 我不需要那么辛苦啊 我只要记录 这个讯号是变大变小变大变小 对吧 我是不是只要记录这个讯号 随着时间变大多少变小多少的那个差异就可以了 所以数的时候不要那么笨 都从下往上数 你还记不记得刚刚说CD是几 16位元对不对 所以垂直方向有多少格子 65536 6万多个格子 你每一行都从下往上数 那你就知道你会多出多少0跟1了嘛 不用这么麻烦 那差值卖码条变的观念呢 很简单 下一秒钟跟前一秒钟 你只记录它的差异就好 下一秒钟比前一秒钟大就叫1 小就叫0 那这样数起来的0跟1一定会变少 我们来数数看 你看 这一秒钟的下一秒钟是不变 再来是不是不变 再来是不是变小变小变小 只要是变小是不是就是0 只要是变大是不是就是1 只要是变小是不是就是0 那你有没有注意到这个0是不是就变少了 跟刚刚比起来是0跟1的数目是不是变少了 你觉得没差嘛 你觉得好像没少很多啊 那我们把格子画多一点看看 你看 原来正常的状况呢 你在数格子是每一行都往上数 你是不是数了一堆0跟1出来 这些0跟1 你要不就是要透过手机丢出去嘛 是不是占平宽 要不就是要存在硬碟里 是不是要占记忆体 假设今天你数的时候 你注意看这个动作 只要是往上就是1 只要是往下就是0 往上的就是1 往下的就是0 你看就这么简单 一个这么样简单的一个动作呢 是不是就让我的0跟1变少了 这样可以吗 那这一种叫做卖码调变 那这一种我们就把它叫做差值卖码调变 就是下一个瞬间跟前一个瞬间的差异 把它记录下来的这种 让0跟1变少 所以呢看课本 这个DPCM的D 有人把它叫Differential 就是差值差异啦 那也有人把它叫Delta PCM Delta就是差异的意思 一样意思 这样可以吗 可以啦 OK所以就这么简单讲完了 所以你不要讲数学 就是讲这个观念 所以 所谓的压缩 就是要用想办法让0跟1变少 那最简单的方法就是现在你看到了 DPCM是不是就变少了 请各位在这个DPCM课本的10 9页旁边 特别注明这个DPCM属于无私针压缩 写下来无私针就是没有私针的压缩 为什么它没有私针呢 因为我并没有把资料丢掉 我只是把数格子的方法改了而已 让资料变少嘛 只要是资料变少就叫压缩 但是我并没有丢资料 换句话说我得到的这个资料 跟原来的这个资料 其实是很接近的 我不能说完全一样 但是是很接近的 所以我们把这种叫做无私针压缩 老师那如果那个声音是平的 声音是平的是不是 声音是平的通常 因为你只有0跟1两种 所以你要嘛选0要嘛选1 这看你程式怎么写 如果下一个还是平的 那还是不是选1就是选0 所以最后你会得到0101一直震荡的数字 所以这个时候呢 你数的格子 是不是就在你原来的那个线上下一直震动 对 但是你格子够小的时候 它即使在震动 你也觉得跟原来差不多 老师我还有一个问题 如果它那个产生一个burst 它的斜率太陡了 对啊在这里 如果它斜率会比这更陡的话 对对 这个就有点工程了 你们问到这个问题就已经有点工程了 确实是你注意看这个图 因为你的每一个格都只有大1或大0 所以呢结局是不是它 假设今天这个线下来的太快 你减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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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来不及 所以这边我就特别提到 当类比讯号快速变小的时候 一格一格就来不及减小 就会产生差异有没有 那这个是你用差异卖把条片必须解决的问题 那怎么做呢 你可以一次降两格 那一次降两格 那你就问我说一次降两格 我可以用两个0来代表 这个完全是编码的问题 在技术上是可以这么做的 对所以你讲的是没错 实物上是真的会有连续降两格 或甚至降四格降八格这种 但是因为我们只是讲观念 所以我这边就不要讲到那么复杂 OK 那至于你刚刚讲讯号如果是屏的话 那它通常的做法就会变成上下震动 可是因为格子很小 所以你不管怎么震 跟那条水平线是很接近 所以耳朵听起来还是一样 VCD VCD的压缩是动态影像压缩 那待会再讲 其实应该这样讲 VCD的一个画面 其实它用的是JPEG 比这个更复杂 那VCD的时间轴 它还有时间轴的压缩 所以跟这个又不太一样 这个比较像声音 你用声音就好 不要讲到影像 因为影像更复杂 你讲声音就好 那个CD CD的声音大概就是用这种 无时针压缩 CD的声音 我们现在不是要转成MP3吗 MP3的话又比这个更复杂 就是要再压更多 好各位看 19页倒数第五行 19页倒数第五行 数位讯号压缩 最重要的就是要统一标准 这句话画起来 你要怎么压是不是要怎么解 你压是不是有个规则 你解要有个规则 那这两个规则一定要一样 所以简单的说 它就是要统一的标准 否真压了就不会解 也就是大家都必须使用同一种规则来压缩 这样才能够方便用同一种规则来解压缩 倒数第三行 不幸的是 每家厂商都希望拥有自己的压缩技术 压缩规则 这样可以吗 为什么 因为我有我的压缩规则 你要用这个规则 你就要乖乖付钱 授权金 这样可以吗 所以那个VCD 各位知道那个VCD跟DVD不是风行了很久吗 那个VCD早期是菲利普跟Sony的样子 是这两家公司制定的规格 每一片VCD 那厂商卖的每一片VCD都要付授权金给它 所以同样的道理 后来不是发展那个蓝光光碟有没有 蓝光光碟就分两家 两个阵营嘛 一个是Sony 一个是Panasonic 对Panasonic 两家的规格是不相容的 然后你看你要用谁的 你要用Sony就付钱给Sony 要用Panasonic就付钱给Panasonic 那这种事情就是自由竞争嘛 然后最后看大家都去往哪边靠 那通常最简单的做法就是 我的授权金低 大家都会靠过来 这是市场自由竞争 反正anyway 就是每一家厂商都想要自己的标准 就是想要垄断那个市场 好 下面有写 VCD翻过来 是使用Sony跟Philip的 我听说它的授权金好像是0.2美金 但是我不确定后来有没有改 这个后来当然价格会一直变 会越来越便宜 好到这边多媒体技术有没有问题 谢谢 谢谢 谢谢